非常關心這個投票日 所以我幫大家倒數計時 是還有282天 離111還有這樣 對 離投票那天還有282天 所以很多焦慮的朋友 還要接受這個煎熬 這是韓國瑜說 目前完全沒有預願參加 國民黨的總統初選 這個跟他之前 接受媒體專訪講說 他不領表 有點異曲同工 就是這個初選的部分 他不去參加 其實以他現在這個時間點 昨天4月3號做這樣的說明 我不意外 而且我也尊重韓市長這樣 因為可能還早 因為昨天是100天的記者會 都還早 都還有時間 因為才4月 我們中選會登記是11月 從2月20號開始 開始把韓市長列入候選人 連續16個民調比數是這樣子 12比4 16的話12比4 其他人都沒有贏 就第一名是韓國瑜 第二名是萊青德 以這個民調來看 所謂的太陽 夕陽 相公等等 落後柯批 也落後賴清德 這個非常的明顯 我就不點名 我請觀眾朋友去想說 2012年中大選 這個蔡主席小蘇馬總統80萬票 我們的公民大概1700萬 投票率出來投票大概1300萬 蔡主席輸80萬票是小蘇 但在2016的大選 他大勝了300萬票 主持人我有一個假設 大家看這個80萬跟300萬 假設 假設2012蔡英文輸了300萬票 2016的中大選 民進黨還會提名蔡英文嗎 我是一個問號 我覺得恐怕是不會 有很明顯嗎 應該沒有 非常明顯 涉嫌司法官說 邱泰山請辭的國安會 然後涉嫌司法官說 堅持要選2020總統 這個我也打一個問號 這個應該也沒有很明顯 大家去看 我的研判 我對選舉的研判就是說 如果韓國瑜不選2020 即使他全力的加持 國民黨的提名人 2020總統大選 國民黨還是相公 會輸 國民黨會輸 當選可能是可批 也可能是賴清德 因為這個影響是全面的 如果韓國瑜不選的話 其實影響非常大 我的結論是這樣 如果他要選的話 我認為他會贏 以剛剛12比4的民調來看 這個真的驅喘 如果韓國瑜選 我認為韓國瑜贏 然後國民黨立委會大勝 大勝 因為這會有外溢的效應 包括國民黨不分區 國民黨區立委 國民黨會大勝 如果韓國瑜不選 剛當選的我研判就是客戶爛 然後國民黨立委就謝謝收看 我給大家看 這是3月13號的 我們的《中國時報》 謝謝 這是《中國時報》 這是吳敦義主席 當時接受媒體傳播 吳敦義主席講的 他說有一張王牌一定會贏 為什麼不打 吳主席 所以我說我對吳主席改觀 吳主席這個觀念是正確 我有一個牌 我有一個好選擇 我推出來他一定贏 為什麼不推他出來 我希望國民黨那些太陽跟相公們 相向吳主席這句話 目前吳主席還是照這個方向再走 韓國瑜代表國民黨 選總統的機率是多少 80 80 都上了電子報 我今天再加5% 85了 85了 我會一路加 他從美國回來我會加得更多 如果事情沒有很大的變化的話 我認為韓國瑜其實 你說吳敦義這個主席是 心思滿細密的 做事謹慎有餘 有的時候話也多 但是韓國瑜跟他比起來 他心思細密的程度 不低於主席 而且他話更多 而且不講的話都留一個尾巴 而這個尾巴都讓人有一種瑕疵 所以變成突碎迷離了 不過我講到一半了 你都85%了還突碎迷離 原始我要問你一個問題 跟朱立倫一起拍照 照片裡面有沒有他 我有去 我找找看 我請教一下 那些議員裡頭 這一次想要選委員的有沒有 有 那個人我們要特別 你知道名字我等一下要講一下 我們要跟他鼓勵 你說這裡面有要選立委的議員 所以就是說 立委員之你有嗎 我考慮一下 為什麼我要這樣講 因為這個議員一個或一個以上 就是說忠於自己老闆的程度 遠高於選舉的勝敗的考量 你說自個人死生於度外 對 所以這種人這個年頭是難 這不容易難得 還有昨天 韓國瑜跟主席講說 你先去看其他兩人 你先跟其他兩人會面 那你呢 你是第三人呢 還是兩人以外的第三者 還是只有那兩個人 我不算呢 他說先去看兩個人 先去看其他兩個人 那個先制 他也有講 就是訪美之後要見他 先就是玄機 先看他們兩個 再看我 當然他說訪美以後回來看 就是說你先勸退他們兩個之後 再來找我 因為這個先後有分 到底對其他的兩個是一個尊重 還是一個有欠尊重 這個水在你結束都沒關係 但是他就是說 你先去問他們兩個 兩個 這個事情才好辦 對我來講比較簡單 但是這個都不重要 到底要不要選 當然要選 所以才去先問其他兩個 如果我不選就說 主席 我不會 你問他們兩個比較要緊 問他們兩個比較要緊 就是他不該選 他這樣說 沒有 你要替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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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是在仔細的解讀你5% 是怎麼來的是不是 不是 你會看 對… 這很重要 你不要轉台 第三點就是說 我不參加初選 為什麼 因為我參加了初選 對不起其他的人 已經宣布要初選的人 你沒中間 我在半年出一個月 你先看你現在小面子 我參加初選 處理人跟王前平要怎麼樣 要不登記嗎 還是宣布退選 還是要怎麼樣 朱立倫是比較好辦事 因為朱立倫已經光明磊落 就是說我一定 但是朱立倫說要嘛登記 要嘛徵招 說得很清楚 我覺得他最心中 最沒有辦法處理的 還是王近平 所以他不參加初選 也是目前唯一最好的選擇 最後他說 赴美回來以後 我們才來處理 因為現在國民黨分成兩派 一派很焦慮 最好赴美之前趕快處理 一派說不急 不急 回來再說 我現在想了一下 他大概臨時變寡 覺得說赴美前宣布 把先排 其實有幾個 有幾個他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是好是壞 我覺得連韓國瑜本人 恐怕也沒有辦法掌握 我覺得他現在如果不先排 他去美國 僑借的歡迎不會變 只有更旺 更勝 大家可以算上通話 算上通話 如果說宣布我不會算 要去僑借 大家對高隊的照版 你剛剛不是說有85%會選 所以他赴美前如果要先排的話 這個排先出來是要選 不是不選 好嗎 但是這樣的話 我就講第二個可能的副作用 他如果先排說我要選 接待單位 他今天有講 他說有可能建一個某某的前大使 是中方的 台方還是誰 大概不是我們大使 我們現在沒有大使 應該是美方的前大使 聽這個語氣像是美方的前大使 但是問題 美國官方如果把他當個重要的 可能的未來的台灣的總統 看待的話 派個大使出來也很奇怪 這個前大使 除非跟美國現在的當權派 有非常強烈的連結 要不然這個前大使 也沒有怎麼樣 但是韓國瑜說 這個接待方有很大的壓力 為什麼很大的壓力 因為你有可能選總統 所以沒有先排有好處 僑借的歡迎這個熱度 只有更高 不會下來 而且不會造反 不會造反 這個美國的警察造反看得很緊 這個美國招待的規格 可以維持不變 想要 智庫想要問的問題 不需要臨時更改 所以韓國瑜不希望 有額外沒有想到的難堪的局面 要需要他處理 因為他說他稿子都訂了 而且都唸三遍了 這個你看 這個韓國瑜的團隊的準備功夫 要比我們賴教授 所負責一部分的 這個柯P的團隊 柯P都沒有 他是柯P的兩岸小組的成員 柯P去美國的國安實在太糟糕了 你看韓國瑜其實不需要 準備那麼多 也不需要刪得 也不需要訂偶 為什麼 因為韓國瑜這個 你不知道 你講英文 我也太 你問我 什麼問題都問不倒我的 你亂問 我亂說 你正經問 我正經說 韓國瑜這一點團隊 退制團隊 他如果有一天叫他去做團隊的議員 你漂亮 他做一個團隊很簡單 每天都自己做 他都自己說就算了 所以我覺得想下去的 我今天寫的一張臉書還沒貼 我把它歸類為說 韓國瑜現在只剩下兩個 一個是要當總統 一個是不當總統 這樣清楚嗎 這感覺滿像廢話 當總統跟不當總統 不是 當總統跟不當總統 下來我排了9 就是說他花的時間 跟他用力的力度 著墨的力度 這個兩個情況有差別 你觀察他最近三個月 所花的力度 所講的話 顯然就是要算總統 我剛才說到一大堆滷滷滷 他就是要選統 但是他選總統 他等待一個氛圍 就是說國民黨最好沒有人反彈 反彈不要難看 而且因為我都說過了 任何人出來我都挺他 所以如果我不得不出來之後 希望你們也和氣一團 全力來挺我 就是這樣 所以85加到90好了 90 不過不管是85 90還是80 其實大家都認為 韓國瑜選總統的機率 現在是非常非常的高 只剩下最後 這張王牌怎麼出手的問題 就開始了 吧 這個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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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